这是发生在2010年7月6日晚上 广州女警趁歹徒不注意 连开四枪当场击毙劫匪的真实录像 在7月6日晚上8点左右 一男劫匪在广州站南路抢劫一名男子 但遭到对方反抗 劫匪把男子刺伤后逃跑 在警察和正义市民将其追捕时 男子挟持了一名不到20岁的女孩 并用剪刀将其手臂和大腿刺伤 威胁民警不要靠近 而此时的男子情绪比较激动 多次用剪刀刺伤女人质 情况越来越危急 警方派出了谈判专家和男子进行交谈 由于女人质不停地在流血 现场的医护人员试图上前为其包扎 但男子不停地发出吼叫 拒绝任何人靠近 随后歹徒声称自己口渴 这时一名身穿白色短袖的便衣警察 靠了过去 并向歹徒扔去一瓶水 但劫匪警惕性非常高 哪怕这时非常口渴 也没有立马去拿矿泉水 随后劫匪让女人质去拿矿泉水瓶 并示意让他先喝一口 随后自己再喝 并一直对现场进行观察 这是2010年在广州发生的 一起歹徒劫持女人质的真实录像 这名女孩还不到20岁 此时的她浑身是血 已经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在劫匪发觉旁边有警察试图靠近时 随后劫匪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并用剪刀刺向女人质 为了寻找机会 警方试图送谁给歹徒 就在劫匪大喊大叫的时候 这是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中年女子 拿着水缓缓地走进了核心区域 其实这名女子是一名便衣警察 而此时的谈判专家 试图分散歹徒的注意力 为警方的解救行动创造机会 后来女警察离开了现场 在回来时拿了一瓶可乐 女警控制了可乐的落脚点 让其撞到墙壁反弹回来 此时的女警和她的搭档 已经找到了歹徒的破绽 正当劫匪试图用脚 将可乐平勾向自己时 女警已经把手摸向了 藏在背后的手枪 趁劫匪不注意 猛地扑向劫匪 连开四枪将其击毙 莫子 莫子 谢谢大家